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威力惊人 24号清晨确定已经再度长胖来到强烈台风 关岛立刻感受到风雨 未来马娃以每小时12公里的速度继续朝西北方前进 因为周边海域水温高都有利于它发展 目前来到墙台越来越靠近台湾东部也会带来长浪 原本28号将要举办的绿岛长泳 主办单位只好先取消延到6月11号 只是马娃到底会不会席台 目前各国的路径预测来到24号清晨看法都一致 因为还是得看未来太平洋高压的趋势 强一点席台几率增加 弱一些就会提早北转 更得要再观测周六27号的实际位置 因为暴风半径大与小都牵扯海警发布界限 会受到一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导引 会影响到它整个北转的角度以及速度 那在后续也就是下周一二左右 距离台湾的程度会有一些变数 而且过往5月席台的台风记录真的很少 从2001年以来曾经发布过6次台风警报 真的登陆台湾的是2001年的西马龙 以及2006年的珍珠 如果要看强烈台风更少了 2011有桑达 2015有洪霞 但当时双双沿着太平洋高压北转 所以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看起来马娃来势汹汹 只是会不会很靠近台湾 全看太平洋上的老大哥高压路径上 变数还很多 民众还是得要多加留意最新台风动态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